VBA練習的話 第一個 請你在聚習旁邊再複製一個 所以按住不要放 往右邊拖拉 再按Ctrl鍵 把它改成VBA VBA的話 主要就是跟前面一樣 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是輸出三個公式 到三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 就清除掉 第三個的話 就輸出的時候 不要輸出最後的公式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這個跟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151 刮霧槽 其實是一樣的 還有手機號碼的串接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邊是有三個欄位 前面好像只有一個欄位 差別在這裡而已 所以首先我要做出一個什麼 就是輸出這三個欄位 所以第一步 請你切到VBA 第二步的話 請你怎麼樣 把它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好幾個 我這邊已經有寫好了 我先把這個先刪掉 總共就三個 一段 兩段 三段 我先demo給各位 清除的話是這樣 清掉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什麼 假設我不要輸出公式 我要輸出最後的結果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我最後輸出的話 不希望看到的是公式 而是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就是萬寧接 它輸出呢 就是把最後處理的結果丟到這邊就是萬寧接 那要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步一樣 開啟VBA 然後第二步的話 我先把這個刪掉 我重新再做過這三個SUB 再把它移除掉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我要先寫一個就是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 就是輸出公式 所以我給它一個名稱叫什麼 年 區 入 街道 底線公式 Enter一下 那我希望輸出123的公式 那怎麼輸出123的公式 第一步的話 跟它講範圍 範圍的話 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前面有寫過 我們用4回圈 哪一列到哪一列 4i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從第二列開始 到第幾列呢 那理論上後面 我們可以用什麼 Ctrl向下追蹤 我這邊到3233 所以你後面其實可以加3233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3233呢 以後資料會變動 可能資料會增加或減少 所以喔 如果你希望呢 將來這個數字會自動追蹤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學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向下追蹤 這個向下追蹤 跟剛剛錄製的有點像 這邊不是有個SL Down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類似像這樣的寫法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把游標先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追蹤 幫我把這個列的數字 帶回到這裡來 那怎麼寫啊 這邊的話第一個 你跟他講說 Arange 游標放在A1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一個儲存格 叫A1的儲存格 那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Ctrl Shift向下 如果你是Ctrl向下的話 就是END END 刮弧 然後呢 上下鍵選取一下 找到XL Down 意思就是Ctrl向下 所以呢 就是游標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之後 幫我得到一個數字 叫3233 所以這邊後面加一個點什麼 點Row 那這個點Row的話呢 意思就是怎麼樣 幫我把什麼資料帶回來 就是目前我游標停在這裡的 這個數字的列 丟到這邊來 那所以點Row的話 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就是屬性 帶回來這裡 所以喔 也就是這個寫法 以後呢 我們得到的 這個最下面的列 每次都會不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資料有增加的話 他也會自動幫你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寫法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會這種寫法的話 那以後喔 你得到的列 可能就會固定 那固定很麻煩 每次都要改喔 所以很麻煩喔 OK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輸出公司到哪幾欄 哪幾欄的話呢 寫法喔 前面我們有寫過 D F G 有沒有這幾欄 那如果說我要輸出到這裡的話 那我就先把它改成公司輸出 這邊把它恢復一下 恢復用這個好了 用巨集輸出 OK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公司 一個兩個三個 三個公司嘛 把它切回到VBA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輸出到 D F G欄 所以這邊打一個Sales DI列的D欄 就打這樣子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先清除就是兩個雙以後 那因為有三個欄位嘛 所以我可以什麼 先輸入D 再來就什麼 再來F 再來就G 所以我先複製 再把它改一下就可以 這邊改成F 這邊改成G 那後面的話呢 都是給兩個雙以後 就清除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一段 寫完之後 你可以直接複製 在底下貼上 那其實這個就清除了 所以其實 你在打這個公司之前 其實等於會先做出清除 OK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Sub後面改成要清除好了 OK 所以這樣就是清除 那輸出公司怎麼輸出呢 前面有講過嘛 你可以把這裡面的公式 複製貼到雙以後裡面 OK 所以把這個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裡 但是貼上 記得 因為呢 我們每 這個 如果你直接執行的話 它這邊都會全部都是C2 所以記得就是什麼 把這個2改成I 那改的方式前面有講過 選取2之後的話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OK 好 那laps OK了 再來就是這個mid 這裡一樣把它貼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一樣 然後這邊一樣 改成 這個2的話 因為你等一下 向下的話 它會被H2變H3 因此類推 所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2 改成I 那改法跟上面這個一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以偷懶 拿上面這個 雙以後到雙以後 複製之後呢 把它貼到2上去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那第三個呢 比較麻煩 其實這個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把這一串公式呢 貼到VBA裡面 OK 這一串 這一串呢 要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但是呢 你特別注意 這裡的話有幾個地方 要修改完之後再貼 第一個 如果裡面有雙以後 我前面講過嘛 一個雙以後 要把它變成兩個雙以後 這一定要做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裡面的H2有沒有 只要是H2 都要變成H串一個I 把它串到這裡面來 所以喔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H2 總共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六 七 八 九 好像有十個吧 哇 那十個的話 你特別注意 一個都不能改錯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 比較 不容易發生錯誤的改法 第一個的前提 把這個公式 複製 按右鍵複製 然後取消一下 建議 不要直接貼過來 我是建議 你直接開記事本 然後呢 把它貼到記事本裡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用剛剛的方法 A級取代 把一個雙引號怎麼樣 改成兩個雙引號 這個一定要第一個先改 好 先全部取代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把H2 改成H 後面把2改成I 所以呢 改的方法就是 二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 把M的前後空白 不過後面還有九個 那怎麼做 比較快呢 其實喔 只要把什麼 把後面看到H2怎麼樣 通通都變成這樣子就好 所以有個方法 什麼方法 一樣用取代 H2怎麼樣 可以把它編輯取代 把它取代成什麼 取代這一串 H一直到後雙引號的結尾 把它貼到底下 這樣就可以了 那底下呢 其他的就不需要 一個一個慢慢改 我是覺得這樣的方法會 比較快 而且有個好處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不然常常有同學 中間只要有一個地方改錯了 那就會 程式就出現錯誤了 全部取代 OK 好 這樣的話就改完了 不過可能要再確定一下 這個H2 這樣喔 然後這個是H 後面頭尾 沒有問題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 後面這個公式貼上 那如果你移開的話 假如沒有發生錯誤 那恭喜你 應該是正確 可是如果你移開發生錯誤 記得把它重新再來過 可能再檢查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漏掉的地方 兩個動作喔 雙號變兩個 還有H2變成H1 OK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看看 可以執行清除看看 我先把這個清除執行有沒有錯誤 也沒錯 一二三三欄 只是可能會跑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慢慢清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公式輸出 它就一個一個丟過來 丟過來當然也會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它也是一個一個慢慢丟過來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樣都OK了 沒問題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兩段喔 基本上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喔 其實應該也可以看到在哪裡 在第13頁的地方 第13頁的地方 試試看喔 好